一定有貴的 都收拾了很多間 文具店那些變成大型商店 例如商場面有一間麵包店就收拾了 小時候一直在買麵包吃 沒有日前那麼好的 房屋處理館那些好一點 每個人都走過去石蔭村街市 這裡真的很貴 整個商場好像沒有我們一般市民想要的東西 變成連鎖機構租 租車位是租屋 以前1400元 差不多1400元 現在好像2800元 領展那些停車場加了 就變了影響到我們 因為他們那些車全部放在我們那裏 整天都壞的 那個街市 下去街市的電梯 其實有人跌過下去 受過傷的 曾經見過就突然停頓了 打關頭滾下來試過 一去洗手間的時候 拾完手之後 給我出風機 因為我吹之後 無緣無故有隻小小的甲蟲 掉了一隻手 那次很害怕 其實最重要就是 先搞定老鼠 衛生各樣東西都不是那麼好 只是清潔都不可以 叫他們洗風扇 有段時間都沒有人來洗 其實這個令小市民擔憂 尤其是這一區 實在老化得很緊要 年紀太大了 應該會再差一點的 是因為可能私人機構 可能還會把租金再提升幾成 差更加而差 我們這些人買東西又貴一點 賺了錢又什麼都不理 將市民的資產不斷變賣又變賣 很害怕如果 他買了給私人機構 的話 那些價錢可能 即是租金上升了就會加價 變成一些高消費 或者是大型的商店 當然好啦 以前派程一場 擺位都便宜一點 如果政府收回 那當然支持啦 你不用被私人收購 那些東西很貴嘛 政府你始終會聽民心嘛 你私人機構一定不會 政府監管一下 T trabalho Lunas Lunas P P P